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這次要帶來的是原神3.6版本 蒼莫誘圖的兩個世界任務 分別是浮光明照以及悲鳴的研究全攻略 浮光明照主要是完成花靈假而假 幫我們準備的四個試煉 大多都是透過飛行蒐集草原素微粒 全數完成大約需要耗費30分鐘 完成四次挑戰後就能獲得成就 勇者不會逃避 而悲鳴的研究則是需要幫助索西找到所有的悲鳴 最後獲得成就謎題全部解開了 大約耗時20分鐘 兩個任務的難度上都算是比較簡單的 也建議在進行任務前 需要先完成蒼莫誘圖的核心支線任務 善惡的赫瓦蕾娜 若是還沒有解過的話 也可以點只有上方資訊卡 或是下方影片描述欄前往該片查看 那麼話不多說就讓我們影片開始吧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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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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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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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